美食卖场上千种商品都会有定期优贵 民众看准时机下手就是不想买贵了 但却有消费者在台南店买了一盒番茄 量出收据6月24号购买 单盒349元 到台北分店一看 同款商品竟然才147元 价差超过了200元以上 这伙自己真的是买贵了 难道是台南人比较有钱吗 台北说买197 差那么多 他是觉得我们台南人比较有钱吗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三百多元当年起车 我觉得不甜 实际到台南店 看看价格究竟卖多少 番茄的标价一盒同样是349元 跟当事人买的价格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这不是被空了 美食卖场回应因为商品的效期不同 单店会有不定时优惠 同时也印证了都市传说 为数期的通常都是降价 民众不知情还以为买贵了 热食区这项餐点同样也受到议论 大阪烧口味的披萨 面皮和食材的比例怪怪的 面皮占了三分之一 铺料的地方占了三分之二 不禁让消费者认为 这披萨是不是缩水了 还是变相涨价呢 那个容器太少了啊 要整片都是啊 CP值没那么高啦 又知道现在物料成本都上涨了 但是至少就是料面积多一点没关系啦 到高雄的分店买一盒同样口味的披萨 一盒300元 单片则是60元 配料撒得很均匀 肉眼看好像真的比较丰富 料给得很足 两片摆在一起对比更明显 美食卖场对此说明 制作的过程中撒料的分布不均 将会加强餐点品质 要求和管控 东西新闻黄虫群蔡双全 在台南高雄报道